往庐山瀑布,李白,向龙生紫嫣, 摇杆布挂钱转,费楼这家三千尺, 也是银河楼的,我再见。 这个歌谁,sorry,这个诗谁写的? 李白写的,这就是李白,看一下啊,这叫李白, 对,他姓李,明,白,但是又叫他李泰白, 他还有个名号叫青莲居士, 古代人很喜欢给自己起个类似于叫什么号, 就是寄托了自己的一种心愿,或者他的一种情操, 太白,对,李泰白,你想到太白金香了是吧? 嗯,好的吧,哇哦,瀑布是什么呀? 什么叫瀑布?瀑布就是很多的水趴拉起来, 哦,从那个最高的,从很高的地方,哇,哇, 这就是瀑布,这就是瀑布,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钱穿, 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银河落九天。 嗯,这人大概是李白吧? 他站在这儿,然后看这个炉山的瀑布,是吧? 应该是李白。嗯,日照香炉怎么会生紫烟的呀,你觉得? 紫烟,嗯,紫烟就是,嗯,就是一些Waterfall,是有一些Mist的,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在烧烤,烤串是吧? 这是什么呀?莫领解释一下啊? 嗯,我说的就是啊,这就是一些Mist,就是有雾啊。 哦,水蒸汽煙霧,蒸腾上去了,那个水是吧? 然后可能太阳一照,然后就是那会儿那个光线,看过去就是紫色粉色那种感觉。 感觉有点紫色,感觉有点紫色,感觉有点紫色。 对。然后遥看,就是从远处看,是不是? 是,瀑布挂前穿,穿是指山的意思,嗯哼,挂在前面那个山上。 飞流直下,三千尺,三千尺,就是横。 三千尺差不多只有多高? 三千,一尺,三尺本一米一。 那么就是一千米。 那,那差不多只有一个中国尊猛高吗? 中国尊是多少米来的? 那,反正肯定不到一千米啊。 诶,中国尊我经常都查过四五百米。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哪有两个。 它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比喻。 夸张的手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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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只要三个中国尊猛高吗? 那我还真,嗯,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高吧。 它这个只是一种比喻。 那个。 还是,一个中国尊再,再加半个中国尊,中国尊。 就是一千米的话呢,应该是两个中国尊再多一点。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就是,你之前学过那种,啊,我已经好饿好饿,都已经快要饿死了。 饿死了是不是? 对,其实不至于真的死了,对不对? 啊,就是一种很夸张。 因为我看过的瀑布都是比较小的。 嗯。 它这个,你想一千米的瀑布那得是多好啊? 没瀑布好像知道的。 你想啊,就是咱们在中国尊的底下,大家就往上看,已经是那个效果了。 特别高的,是吧? 你站在那个底下,其实四百米还是四千米,对你来说可能没有太大区别。 就咱们站在那个特别底下,那角度都是高耸中云,就是一眼看不到底啊那种感觉。 嗯。 所以它就形容了三千尺。 嗯,其实肯定是不到三千尺,对吧? 不一定,谁知道。 嗯,谁知道。 你想,最高的山是八八四八,对吧? 中木朗玛山。 嗯,所以那个得八千,八千八百四十八米。 那这个山,这个瀑布真没干净。 嗯,我们有机会到庐山之后去看看,找找他们那边瀑布什么情况,好不好? 嗯,嗯,嗯。 对,那讲真的,小时候那个老师教的时候都说他这是一种比喻。 对吧? 夸张。 那它到底多高呢? 是的。 也没人去研究。 而且那个时候的庐山的瀑布有多高呢? 对吧? 啊,庐山的瀑布是只有一块吗? 嗯,不知道。 一是银河落九天。 银河是哪儿的? 银河? 嗯。 银河? 我们一般说Space,有太阳系,有Silver River,有银河系,对不对? 有银河系。 对。 话说这个银河,你抬头看天空看见过吗? 我完全不懂星象,所以我没有看见过。 但是有的人说是能看见的。 那时候说有些电影,然后怎么着往上看,就银河那个笑话。 但我怎么在反正在北京是从来没见过,去别的地方也没注意过。 不也没见过。 不也没见过。 那肯定不只是雾霾,小时候也没有这个能看见什么银河。 对。 然后他就说疑,就是怀疑的意思,怀疑。 那些星星都掉下来。 是个天的星星掉下来,然后集中在这儿,从天上落下来,变成了这个。 所以他用了一种夸张,然后又有一种比喻,是吧? 特别高处的好多东西也掉下来。 然后这一张,传说中是李白老先生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真正是他写的字。 这也是传说吧,实际上咱们也不清楚。 那这些张是干嘛的? 就是,哎呀,怎么说啊,好几百年,好几千年收藏下来。 等人的印。 对,可能这二三十年是一个姓张的人收藏,他盖了个张。 然后二十年以后,他把这个画,把这幅字卖给一个姓李的。 姓李的,又往上盖了个张。 这姓李的,又把,又可能五十年以后,又把这幅字卖给了姓孙的。 姓孙的,又盖一张。 讲真的,这个东西吧,有些人是根据这个,能判断这幅字和画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那个每个章的,可能什么顺下,能根据年月去判断出来。 对。 嗯,但是讲真,我怎么觉得缺这个,就加水硬了。 这个考古学,历史学也是很专业的,对吧。 所以外行很容易说不明白。 就是字画什么的,好多都是假的,有些人。 假装弄了一个李白的,什么杜芙的,什么。 然后去骗人。 啊,之前去四川,不是还去杜芙草堂,对吧。 但那时候你可能没有感受。 那时候他不喜欢。 对。 还有那个三国,哦,那个诸葛亮的那个,叫什么。 诸葛祠堂。 啊,对对对,他就想赶紧出来。 对,对一些东西,看着什么关羽啊,张飞啊。 因为这从他的情感上是没有连接的。 对对对。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时候他没看过三国,现在看过西游记了。 比如说下次去一个什么。 关于孙悟空的。 对对对,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庙进去了。 那你就特有兴趣了。 或者去大闹,我盘通缘咱们的。 嗯,嗯,有兴趣吗? 是要有连接。 嗯。 好的。 我其实今天现在就想去了。 这个孙悟空的主题公园还真不知道有没有。 还真是没有人做,哦,西游记的。 就是什么大盛归来啊,弄挺火,也许以后会有相应的。 好的。 像迪士尼啊什么的牛,特别没兴趣。 希望我们以后会看一些三国演艺相关的。 然后再读一些关于孙悟空写的诗,我们再有机会再回去。 是吧? 那个北京好像去年年底吧,造了一个什么古诗的一个文化的建筑。 建筑群还是一个主题乐园。 就是各种古诗的里边出现的景儿还是什么的。 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对对。 如果西游记能一个主题乐园就好了。 那水平有限。 所以好多那个什么模型啊,什么设施啊,那种特特操。 它不像那个迪士尼,它那个做很多东西都做挺精的。 但相信再过一个多月,很多人才会有发展的机会,有发挥的机会。 然后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就能做得更好一些。 是的,西游记的主题。 也许到时候叫喜马拉雅文化呢,你就知道。 随着你那个成长,不见得背下来。 但是呢,稍微了解一下。 OK? OK。 OK。 。 OK。 。